接下来是由资深媒体人芝加哥时报主编李祝华所带来的最新时事观点评论 李祝华观点 选战风云 美国七中选举 诡局多端 充满愤怒与激情 结果难测 2022年美国七中选举 即将在11月8日举行 这次除了众议院435席全部改选外 参议院34席以及39州州长也要改选 两党候选人进入短兵相接之际 各种民调纷纷出炉 不一而足 两党支持度互有领先 以民调来看 诡局多端 结果难测 不过根据七中选举的历史 执政党往往会在七中选举中落败 今年会不会重蹈覆辙呢 其实也很难说 尽管拜登的民意支持度下达39% 整个政治与经济大环境不佳 不过因为堕胎的议题 重创了共和党支持度 所以两党依旧势均力敌 美国总统选举投票率一般为60% 而中期选举率约为35% 今年由于两党党员与支持者 对于2020年总统大选的结果 以及去年1月6日国会暴动观点 与看法南辕北辙 所以对对方产生相当高的仇恨值 在同仇敌忾的亲情之下 预计投票率会增加 而在投票日迫近之时 人们越来越担心现实世界可能发生政治暴力 美国政治的超党派性质 以及泛滥的虚假信息 和对选举完整性 阴谋论的宣扬 进一步加大了 投票站出现了遭受恐吓和骚扰的可能性 全国各地的选举办公室都已采取预防措施 包括安装防弹和防暴玻璃 提供射手培训 加固墙壁 以减轻发生袭击后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 自FBI在8月搜查前总统川普的海湖庄园住所以来 极右翼生态的温度一直在稳步上升 一名激进的川普支持者 试图袭击辛勤纳提的联邦调查局办公室 在于特工的枪战中被击毙 无疑 当官员们将暴力言论正常化时 他就会渗透到全国的话语中 让人们相信武力是一种合法的政治回应 如果民主党在2022年失去对众议院的控制权 这将给拜登总统余下的任期带来僵局 这届政府可能会像川普政府分裂的国会时期那样多次停摆 民主党人很难通过重大立法 政府关门和国会僵局 通常在公众舆论中受到轻视 导致支持率下降 更不用说目前拜登政府的支持率已经是相当不稳定了 除非经济显著改善 两极分化减少 否则可能不足以在2024年创造蓝色浪潮 为了确保在参议院的未来 民主党人需要未雨筹谋 目前还不清楚谁将赢得今年的选举 也不清楚下一次选举的国会环境会如何 但可以肯定的是 在这次中期选举中 获得席位对民主党的战略是直观重要的 在这中期选举的国会环境下来